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子 在我面前跳下了一座球 每每梦醒 我都会心痛男人 几乎喘不过气了 掌门 掌门 那些夫人可走了吗 走了 你二时生辰将近 这上门求亲的人家 真是一日多过一日啊 依师们规定 掌门继承者不能婚娶 幸好你一心修行 无意请爱 我心甚为 但是也没有必要 整天编一些天花废牢的托子 来咒自己啊 掌门 我们灵霄派 除妖辟邪 本就百无禁忌 既是托辞 当然要让人无法拒绝了 掌门 有件事呢 想拜托掌门一下 今年是师父十年的继辰 我下山游历 无法去他的灵前 尽销 还请掌门 代为少末 以及哀思 我一定带到 师兄没有看错你啊 你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这是你第一次下山 切记小心 好 对了掌门 我 我还有一件事 想请教你一下 这些年 我不知为何 会常做同一个梦 梦中呢 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子 在我面前跳下了一座桥 我 这女子 可是你认识的人 应该不是 她一直背对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面容 每每梦醒 我都会心痛男人 几乎喘不过气了 难不成 那是我的孽寨 若一周公示梦之说 梦中之困 乃人的弱点 唐政 你从小天赋一禀 功法有道 乃灵霄派历年弟子之罪 可实际上 你涉事不深 心呈柔软 这梦境或许正是在提醒你 不要因不忍而被女子所欺骗 错信妖邪 昔日你的师父 就是因为同情和错信了女妖 才被害身亡的 弟子明白 凌霄派荡尽妖邪 绝无宽作 唐舟 一日都不敢忘 掌门放心 待我历练归来 您就会知道我的决心了 我相信你 绝不会让凌霄派失望的 好